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 生物制药领域也迎来了巨大变革 Forging the Future将在本期探访全球首家AI制剂平台 G-Tai医药 主持人马瑞博士将带领我们 与G-Tai医药创始人赖才达博士 一起探讨AI如何颠覆新药研发 畅想AI制药的未来 我身边的这个DNA双螺旋结构 被誉为人类生命的象征 上世纪的50年代沃森和克里克 第一次揭示了生命遗传性状 得以世代相传的分子机制 也阐述了DNA的结构与功能之间的联系 几十年来中西方的医学工作者 为了解决困扰人类的病痛 不断地挑战医学和科研的极限 然而新的药物研发 仍然是一个耗时漫长 极具风险的领域 在这个领域有一个著名的双十定律 也就是说每拿出一款新的药物 我们需要投入超过十年的时间 投入超过十亿美金的资金 那么摆在我们面前最大的一个难题 实际上就是如何提高药物研发的 这个效率和成功率 如今有一个新的技术叫做AI制药 它为我们提供了这种新的可能 它极大的提高了药物研发的效率 和地送系统设计的精准度 那么AI制药是怎么应用在药物研发领域的 然后它是怎么帮助我们突破这些研发上的瓶颈 我们又是怎么用AI的技术来实现更精准 更高效的地送系统的设计的呢 今天我们来到了全球首家聚焦于 地送系统的AI生物科技公司 G-Tai医药 让我们听听创始人赖财达博士 对这项技术的思考 Hey Chris 好久不见 亲自做实验 上次看你做实验还是在波士顿呢 对对对 你在做什么呢 对我们这边其实跟我们同事正在准备 就是新的一个Lipinato particle 就我们这边正在包送一些这个MRNA核酸的这样的一个序列 然后这个是我们之后要做一系列疫苗的测试 就在这个试管里吗 就在这里面 这里面就有一些这个纳米粒的这个纸质 然后包覆了一些MRNA的序列在里头 所以Chris这个AI制药它的核心价值场景是在什么地方 然后为什么用AI制药能够让我们能够think out of the box 就我们知道其实在半导艇里或其他科技里有所谓的这个摩尔定律 就是每18个月 他们这个计算的效率的同个面积底下它能够升一倍 但在医药这个行经里面呢 其实它是有一个倒过来叫Erom's Law 就Erom叫E-R-O-O-M 就把这个摩尔倒过来拼 反摩尔定律 就反摩尔定律的意思 对 所以它顾名思义就是说 医药产 医药领域它是唯一一个它是每几年 它的开发效率呢 就会减半 所以我们之前听到说 诶 十年磨一件 或者他们讲十亿美元磨一件的这个过程 那这个就在一个医药里面 可能未来十亿美元 真的都不够做一款药 这个很大一个重点 就是在整个药物分子设计这个领域 为什么这么难去做 因为药物分子设计的空间是十六十次方 对 就全宇宙的分子加起来 大概比这个可能还少一些这样的数量 所以这么大设计空间里面呢 可想而知它设计 能够找到一个可用的药物方案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这个我们想到一个逻辑 能不能透过用摩尔定律去攻克反摩尔定律 透过算力不断地提升 不断地更有效率地搜寻 这个十六十次方这个非常大的设计空间 然后提升找到好药的这个机会 所以其实AI呢 在制造厂里面 第一个最直接的应用场景 就是在整个搜寻效率上的一个提升 能够把本来比如说要三五年 找到一个这个lead molecule PTC的这个时间 把它缩短到几个月的时间 那这个是我们看到现在在医药 这个AI应用场景里面 现在是最活跃的一个应用的地方 也是大家可以用这个场景 去所谓think outside the box的一个第一步 那对我们接下来说 刚刚所提到的我觉得叫 AI制造1.0版本 那对我们现在所 包括很多美国现在新出来的 新一波的这些药材来说呢 我们现在在解决 AI制造2.0的一些问题 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的是基因治疗跟核酸治疗的这个应用场景 那这就更有趣了 因为我们刚刚前面也提到说就是 基因核酸上当于是人这个电脑的源代码 当你把它解码完之后 我们能不能够去把这个源代码去编码 然后去解决去疾病的一些根本问题 那这个AI就有更大的应用场景 简单就是说我们能透过人工智能去解码 人自己本身的源代码去读取 然后甚至可以去写一些新的代码进去 看能不能把一个疾病的细胞 把它编回成一个正常的细胞 那在过程里面就有非常多 像我们介绍在开发的 怎么把这些源代码的这个序列 这些核酸序列能够精准地送到每一个细胞里面去 那这个我们就透过一样是AI的这个手段 去设计各种的纳米火箭 然后把它精准地送到不同的细胞里面去 并且我们也编成各种的这个核酸跟基因序列 然后去测试说它在不同细胞里面 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表达的效果 那这个就是我们现在 作为AI一个新的应用场景 就不只是提升小分子的开发的效率的序列 甚至就是说我们现在去做新一代的 就是我们怎么编辑细胞这个最根本的生物学问题 然后AI这边是一个算是 它不只是负能增加效率 它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基础的基础建设 那将来所有我们需要去做 类似这种对细胞编程的这种工具 它背后的这个脑力啊 大部分都要靠AI去做这部分的一些计算 明白了 所以就是1.0是小分子一个空间的智能的搜索 2.0是怎么去通过自身的原代码加上递送来做出更新的药物 所以这样就能够think out of the box 解决用摩尔定律解决原来的反摩尔定律面临的这些困境 是的 那说到核酸药物 其实马斯克也提过嘛 就是他非常看好MRA 未来他认为这样的一个新的类型的药物可以治疗所有的疾病 那你是怎么看的 然后你认为核酸药物的未来会非常有前景吗 对其实马斯克之前也提过一个概念 就是我们现在人就生活的这个宇宙 就是一个非常巨大一个模拟器 但不管它那个哲学观是不是对的 那实际上人体本身就是一个特别有趣的一台机器或电脑 就是我们现在这些手动的电脑里面 就能做这个透过0101去做这个代码编程的 但人体的每一个细胞就跟这个电脑一样 就是它里面就是不管是核酸的这个AUCG 或基因这边的ATCG 就是四个这个原代码 然后去组成非常复杂到从单细胞的简单的藻类 然后到比如说小鼠 然后到猴子到人类 这么复杂的这个体系 因为每一个原代码所代表的这个意涵都还是一样的 共通的 所以为什么马斯克觉得说 我透过去解码这个生物最本质的这个序列的这个部分 从第一性原理912来看呢 我们是可以去解决所有疾病的 因为我们所谓疾病 从马斯克第一性原理想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本来的这个正常的一个工厂 一个细胞工厂 它里面的这个软件出问题了 所以它本来该表达某一些蛋白 该表达某一些通路的 它现在不表达这些通路了 所以它才从一个健康的细胞 变成一个疾病的细胞 所以理论上呢 如果我们能够进行一个编程 把本来有疾病的这些细胞进行一个重新编码 甚至我们可以送一个新的编码进去 让它产生一个新的功能 那我们就能够像编这个电脑程式一样的方式 把一个之前有bug的这种这种这个程序 把它编毁成一个正常的一个程序 所以从理论上来说它是可以解决所有疾病的 但马斯克大家知道它想的都是这个 这个非常远端然后这种新陈大海的一个一个可能10年20年 甚至100年之后的事情 那从今日来说我们要去解决这个人类每一个细胞的原大码问题 还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尤其第一块我们怎么去把每一块的这个核酸基因序列 送到对的细胞里面去 送到对的组织里面去 这块其实并没有被解决 那这也是我们技体态所专注的一个非常这个核心的重点 就我们怎么去分析好 比如这个蛋白需要在这个细胞里面怎么样去表达 但是我们要怎么把这个核酸基因序列送到 比如说我肝的肿瘤细胞里面去 肺的这个纤维化细胞里面去 这一整块都是一个未知的领域 所以这个先解决完之后 然后我们再去透过这种我叫做这个火箭的方式 把各种的基因的编辑器 各种的核酸编辑器送到每一个细胞工厂里面去 这样我就可以去解决所有的这个疾病问题 这个东西是我们刚刚说我们用Dateless那边 用高通量的方式做出来的 那这是全球第一个 其实可以用AI去设计这种纳米低重载体 然后呢把这个里面其实包覆的是 一些MRNA的这个序列 你看啊现在这个里面就是 我们现在正在稀释的这个溶液 最后大家会把这个里面的这个样本 到动物里面然后看它具体的这个抗原的表达 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特别火 不管是新冠疫苗 这个MRNA那一系列的肿瘤疫苗 都是用这种方式去转染细胞 然后表达出来我们想表达的这些蛋白 那就是具体的问一下就是 其实要精准的把这个 MRNA的序列递送到特定的细胞 那让它在达到这个细胞之前不被降解 那这是一个挺挑战的事情 那咱们Gtai在这个事情上 具体上是怎么来做的呢 那实际上人体是非常复杂的一个体系 比如说我们从这边注射一管这个LNP 就Nepinana PowerCode进去之后 首先它在血浆里面 它能够逃过免疫细胞的供给 就像人体内自身的这个防空系统一样 它先逃过这一块 第二块呢 它在没有这个GPS导航底下 它能够找到我们想它去的这个组织器官 这是非常复杂的一个过程 然后并且它到那个器官附近之后呢 它还要能够找到对的细胞 然后进行一个转染 转染相当于就是说 它能够攻破人的这个细胞膜 然后并且能够成功进到那个细胞膜里面去 它要进入细胞 它要进入细胞 然后细胞里面有一个叫内含体逃逸的这个过程 就是说它里面有各种的溶媒 就相当于是这个地面部队开始进行一个 展开大量火力的这个进攻 那这个时候就会把大部分其他的 比如说核酸啊 DNA的片段把它给这个切碎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设计一些新的一些保护型的材料 来帮助去做这个内含体逃逸的这个过程 那你可以想到说 我刚刚整个这个流程呢 其实相当于来说 永远可能比射火箭要稍微复杂一些 那这个我们怎么去做呢 其实整个过程我们这边就借用了一些 这个在包含上马斯克他们当时的一些想法 比如说我们怎么去透过计算机去模拟 每一个纳米粒 它在人体内会用什么样的方式 跟不同的蛋白结合 然后会用什么样的方式 让免疫细胞它不容易上面去做一个负极 然后第二块我们会分析说 它在不同的大量的动物的 这个递送的数据里面之后 我们知道说当它这个 这个纳米粒上面有一些特征的化学性质之后 它有可能比如说在肝有更高的负极的效率 或者在这个肺这边 或者在比如说肿瘤 在不同的微环境里面 它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负极的特征值 那这个都透过我们 透过大量的高通量实验 跟AI的算法之后 我们才能够得到这边一些新的 我们叫features的这个搭建 透过这个我们去设计一系列新的纸质 跟脂质联用的一些材料 然后帮助这个纳米能够成功进入人体内 同时呢我们也会去做这个内含体逃逸的优化 我们会在高通量去设计大量细胞的筛选 然后知道说不同细胞里面 它是不是可以达到很好的逃逸的效果 一样透过大量的数据 然后去迭代回我们算法的这个优化 然后帮助我们去解析说 我这个纳米粒上面 我们用什么样子的这个涂出的特征值 涂出了这个Lipid 或涂出一些小分子的片段 能够帮助它 进到细胞里面之后 可以成功表达它有想要表达这些蛋白 比如说你看我这个 我们这边开发出来的这个体系 那这个非常有意思 就是这个红色这条线呢 其实是Valona开发出来的 这个SM102这个递送体系 然后蓝色是另一家叫MC3 这国内大部分的疫苗 使用这样的递送体系的 透过我们刚刚提到 就是AI去设计大量的纸质结构 然后透过高通量 能够一周能够产生 比如说上千级的这个数量级的 甚至一周个月产生上万级的 这样的一个训练的过程 我们现在已经可以达到上百个 远远超过全球金标准 这样子表达的一个LNP 那这个每一块 其实相当于一个要洗可能都要花 每个小点子们 他们可能要洗到花三到五年以上的时间开发 对 每个点都是一个formulation 每个点都是一个formulation 所以这都是咱们的实验数据 这个每一个都是动物的实验数据 所以这个就是比较有突破性了 就刚刚提到说 AI的特征值 就是它可以非常快速的 加上我们高通量的这个实验搭建完之后 非常快速的去迭代 本来传统要非常长的时间 才能找到的优化的解 在十六四方的空间里面找到最适合匹配的 迪送的纳米火箭 那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全球 我们计态发明的全球第一台 可以用高通量去制备纳米的 Lipinata Power Code这样的一个体系的设备 那这个我再来演示一下我们整个工作 做中作战的这个操作 所以现在我就可以去选用 比如说我现在要开发这个到干的 这一系列的这个迪送的 把上的Lipinata Power Code 那我现在就可以设计整个攻占的选择 还有它后面的一些一页的设计 那我这边就可以选用 比如说这个系统的开始 这耀物迪送有点像是这个飞飞机 射火箭一样对吧 就其实它整个这个过程中 我们是尽量去模拟体内的 各种的这种递送条件 就像流体力学这种感觉 那人体内部的递送是非常非常之复杂的 所以我们必须能够设计一些 实实验的这种像做这个风动实验 这样的这个能力 让我们去测试每一个纳米小火箭 在不同条件里面 它会用什么样递送的这个物理跟化学特征 那这个时候你需要非常大量的数据 但是现在传统人做这个事情的通量 是非常低的 它大概30分钟呢 只能准备一两个这个样品 那这个数据量是完全不够 AI去建立一个学习系统 所以为了能够让整个通量 能够快速的上升 在各种的物理化条件里面 可以去做一个测试 那我们今天还要开发了一个 非常大规模自动化能够一个一个 比如上千上百万个 去测试各个不同的地送条件 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平台开发 我想更清楚的了解就是说 那现在的LMP能够治疗的疾病种类 主要有哪些 然后未来可能还能解决什么疑难杂症呢 核酸这个领域啊 其实现在全部都还是由地送本身的技术所限制 所以刚刚提到说 虽然理论上像马斯克所说的 它能够治疗所有所有的疾病 但是因为现在这个火箭 我们现在还比如说只能送到月球 还送不到火星 所以我们能够解决的问题呢 还是根据我们能送到的地方 还是送到的效率 这么去做一个限制 那现在全球领域这个核酸 应用最好的是疫苗 那为什么疫苗比较 这个是第一个能够成药 并且创造极大价值 像新冠疫苗这个产品 一个像RNA的技术 相当于拯救了整个欧美 在疫情的条件底下 它怎么去复苏 基本上是靠这个新冠疫苗 所创造出来的这个价值 所拯救的 那这个过程之中呢 其实为什么疫苗是最好做的 其一方面是因为 疫苗它只要相当程度低的去 它不用很精准地打到某个器官 它只要在体内 稍微能够表达它抗原的这个蛋白序列 它就能够达到一个这个抗原产生抗体 然后产生免疫的这个作用 所以这整个过程 其实相当于对这个加以火箭的这个案例来说 它可能只相当于受到大气层的这个领域 相当于是非常简单的 它表达的量也不用这么多 但是呢一旦要达到其他的疾病 比如说我现在需要去做蛋白替代 像我们现在公司也开发很多这方面的产品 比如说我人体 有的人比如说他因为一些基因疾病 或者他一些后天的一些缺陷 它有些蛋白产生不了了 比如说像胰岛素 糖尿病的这个患者 这边产生不了这个多态 或者有一些天生的 比如说一些代谢酶 一些立腺体代谢酶啊 一些干的代谢酶的缺失 造成他人体的一个功能的一个缺失 那这种时候我们可以直接透过 刚刚提的这个火箭的载体 送到人体最大的脏气之一就是干这边 然后去表达大量的 它需要能够这个替补替代的这些蛋白 那就可以去把它本来缺失的功能给补回来 那这个叫做蛋白替代 就是会代谢酶替代的这一整系列的疗法 这个我觉得也是相当于是 我们现在这个地上品还能够做的 下一步可以应用的场景之一 那再往后也包含到人体内没有的一些蛋白 比如说我们现在能够做到在肿瘤这边 去产生它抗自己的双抗 那我可以透过一样这个火箭载体 很精准地打击到肿瘤的微环境里面去 然后释放出来之后转染肿瘤细胞 骗过这个细胞呢 让它产生能够抗自己的双抗抗体 那这样可以把这个免疫的这个细胞 叫过来把它自己给吃掉 那这个可以大幅度地解决 现在肿瘤上碰到的各种问题 那这个再往后能解决的更多 包含我们现在会打很多细胞内的拔点 我们会透过这个一样像肿瘤的案例来说 我们可以把肿瘤内部 产生一些这个transcription factor 转入因子的方式 然后去把它本来很难存药的这些拔点 透过mRNA的方式去调控这个肿瘤细胞内部的蛋白表达 然后能够把它从个肿瘤的不正常细胞 通过调整它的内部的这个再生通路啊 它的一些这个免疫逃逸的这种机制 把它变回成一个正常细胞 或者让免疫的这个系统应该把它给杀死 那这一系列都是我们下一步 当我们可以非常有效的去提升 不只是这个转软到某个细胞 然后表达一个蛋白 更多甚至是能够大量去转软不同的细胞株的这个类型 或者我们想要的细胞类型 然后它可以做细胞内部的一些通路的调整 那这就是再往下一步 我们可以真正去精准的调控任何一个细胞内部的 这个工厂的蛋白怎么表达的这个能力 这是下一步我们可以做到的这些事情 明白了明白了 就是从疫苗到这个蛋白替代 到这个肿瘤免疫加上再生医学 甚至是细胞内的所有的靶点 就是从这种类似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就是点一把火就解决所有的问题 到这种可能需要到火烧吃壁 就是要这个核酸能在体内持续稳定持久的表达 而且要在特定的地方去持续稳定的表达 确实看上去地送上需要做非常多的工作 然后我觉得这方面也非常有前景 是的 是的 然后我们也现在看到就是说 像我们现在自己的平台里面做的更多是人体内本来就有的分子机器 像mRNA sRNA这一系列的这些分子机器 那现在也有一些新的机器开始出来 比如说也在我们MIT那个单有流的那个实验室 他们现在就去发明一些新的一些基因编辑工具 人体内本来没有的 比如说人造的CRISPR 或人造的一些新的编码机器 那它能更有趣的在体内造成一些本来没有的一些生化的效果 那这个我觉得就是政治在下一代 就是递送一些人体的这个生物系本本来没有的一个生理机制 能够让创造出来一个新的一个细胞的一个功能 那这样子的话我觉得可以再下一步去创造 等于说可能治病以外的 或者说从疾病本来做不到的一些mRNA体 它可以设计这种新的分子机器去解决这边的痛点 可能就从治病变成人类的增强 人类的增强 就是我们来对抗这种机器和人工智能的进展的一个终极的方式 对 那那个就是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个未来 人类的进化史也是一部医学的发展史 从我们人类诞生的第一天开始就不断的与疾病作斗争 数千年来一个一个疾病被消灭和治愈 我们人类的寿命也得以不断的延长 如今核酸药物和AI的技术相结合 必将带来一场新的技术革命 那这一次虽然可能不是最后的一次 但却是最接近于生命本质的一次 我待会遍了你 我待会遍了你 替 fellas 我待会遍了你 坐这里 我待会遍了你 100万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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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 smooth 晴替你 这一ąt词 他相当于亦破了你 自己的家都被打成人类的 宏理就会 谁呆你 我再识没